他这个展示出的水平 一个月月薪最高八万 我认为是值得的 我觉得特别棒 特别棒 特别棒 那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你刚才展示 都是销售经验 但是我看到你选择的这个企业 它是三个完全不同的行业 我很好奇就是 你是怎么来去看待 你的就业的行业选择的 第一我选择那个威梦创投 是因为我真的很想做 投资类的事业 猎片的话是因为我觉得 也是未来的岗位当中 也是比较好的 因为像一些高端的圈层的人 他们可能会在一些知名的企业 会有一些流动 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能够释放一些我的价值 然后把合适的人 放到更合适的位置上 翠生生呢 翠生生是因为 是因为她在天津 离我家最近 而且也有可能提供的销售 或者销售管理港 是的 好 这中间我就得插一个问题了 您说 你为什么离开这家房地产销售公司 是这样的 而且你也离开了天津 是的 是这样 我可以说一下 就是从 应该是从18年 18年开始吧 我就已经有想法 要从房地产这个行业里面 脱离出来了 因为我一直想换一个赛道去奔跑 毕竟我要为我的未来 去做一个打算和铺垫 所以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去了深圳 然后去做一个招聘行业的一个BD呢 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就是当时考虑的是 我想去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有想法 想要做人力资源方面的一个工作 我就想着去试一下 其实在那个时候辞职 我是属于裸辞的 经济压力是比较大的 因为我第一套房子买的时候 是15年年底的时候 然后就买了第一套房子 然后我在17年年底的时候 又买了第二套房子 但是我刷了很多的信用卡 然后那个时候我负债了 大概得有50多万吧 然后又属于裸辞 每个月又要有固定的月供 我就有一些着急 然后就直接就进了一个面试 特别简单的一家公司 你很巧妙地避开了一个个人经历 什么个人经历 你从那家公司辞职以后 到了深圳 为什么辞职 除了工作还有别的原因吗 那是我个人情感的原因 因为在18年的时候 我跟我谈了七年的初恋 也是我的大学同学分手了 是在结婚之前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一种 看破红尘的感觉 然后就特别想去看看 外面的世界 见见不一样的风景 然后也想突破一下自己 我很尊重你的问一句 我看到你手上戴的戒指 你现在结婚了吗 没有 还没结婚 那为什么要戴在那个位置呢 我喜欢这个手指 你是一直觉得跟他之间 还有一种遗憾是吗 是有一种遗憾 评价一下他 他很优秀 然后他很聪明 那你们两个走到一起的原因 是什么呢 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 就是我大学期间 我总是去做兼职嘛 然后 落下的很多功课 都是他帮我补的 都是他帮我补过的 那他应该是算是 学艺成绩不错的 对 他是学霸 就没毕业的时候 他就开始升本 然后考研究生了 所以他比我晚 挣了几年前 所以也造成了 我们之间的经济之间 收入之间 有了一个差距 在前几年来讲 那个时候你买房了吗 一五年年底买的房 就是用他的名字买的 你出钱 以他的名义买的房 你为什么要买这套房 那个时候因为我就是 一心打算要跟他结婚 就打算一八年 要跟他结婚 因为他是一个外地人嘛 我想让他在天津 这座城市 更有底气一些 还有就是可能 我也会受一些 同事之间环境的影响 当时同事就是会打去说 说你结婚 难道准备用你的这套房子 当婚房吗 而且是男同事 然后这话就会深深地刺痛我 让我觉得我心里 特别地不舒服 其实退后一步响 如果当时你要不听同事的 不买那套房子 你觉得你们俩 会发生后来的矛盾吗 应该不会 你原计划有没有一点 因为自己的直接 或者是着急 好心办了一件错事 其实在过程当中 我有这样想过 但是走到现在来说 我觉得也帮了他 你真的这么大度吗 是的 你真的这么大度吗 是的 就是我觉得我的过去 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而且我坚信 我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对的 为啥你这么有自信啊 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都已经成一个既定的事实了 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过去 所以 对 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你坚信每一个选择都是对的 这个肯定是一个有问题 任何一个人 他都有可能做失误 但是他只是那个时候 年轻你的一种选择 你接纳他 就是我就像你描述 你的情感的时候 我就特别看不懂 我说这个女孩子 然后呢 做任何事情 又有目标感 又为家庭负担 然后呢 包括你讲你的青春情感 那么细腻 突然一下就因为 同事的几句话 这个房子的事 你们俩感情就淡了 就没了 不不 不是因为同事的几句话 其实情感也确实是 渐渐淡了 然后还有呢 就是后来买的那套房子 真的是把我们两个人 逼到了角落里 我当时的月供应该是在 每个月固定是在 一万三左右 然后又给他买了 一套房子之后呢 首付那部分要还 贷款那部分也要还 都是你一个人在还吗 贷款的那部分是他还的 然后剩下的 我自己的和首付的那部分 都在我这儿 所以肯定是要我来承担的 然后我就在思索 我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我就越想越觉得 看不到希望 你是觉得这个男生 没有担当其他 干担当的责任 让你承担了更大的压力吗 其实当时是有一点 这种感觉的 因为我希望的是 我在工作当中 做一个大女人 在生活当中 做一个小女人 这是我比较理想的 一种状态 但是在那样的 情感氛围里面 我还是大女人 在工作当中 我也是大女人 然后我就觉得 自己有一些疲惫了 也就是本身是好心 想让两个有一个 共同的这种房子也好 但是反而变成了 两个人的彼此的负担 甚至因为这个钱 产生了很多 生活当中琐碎的 让你看到未来的这种 不可能 她的这个好心里面 其实是夹着着一些虚荣 是的 我就想说这话 我承认我 咱俩隔空击个掌啊 花姐 我觉得是好心吗 计划是好心 至少那个时候 你还愿意再往前 做一点事情 我看完这段故事以后 我当时拿着这个资料 我就在想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 如果当时 你不被那样的同事 所干扰 你没有这样的虚荣心 你就坦然接受 你们两个 能够接受的 真正的现实 即便感情淡了 这个房子 不会成为压倒 你们两个感情的 那根稻草 计划其实我读到的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有 虚荣的成分 而这种成分 带到了现在 你看你选择的 这两家企业 一个是 你当时说 显得威梦的时候 你是想要 进入投资的圈子 你觉得那个圈子 还不错 第二个企业 你刚才说的是 你想去裂聘 你说 因为有一些 高端的人才 你可以去交流 对吧 那其实这两个 你不是从你的专业 和你的适合的角度去讲的 你希望 外面的人看来 你是光鲜的 其实结合当下的 实际情况之间 我可能会好一些些